有一场戏你在海边吃丸子 道具都快吃枯了是什么回事 谁踩的素材 哪有在海边吃丸子 有什么回事吗 那个是说的是去吃海鲜丸 不是在海边吃丸子 差不多 海鲜丸子 那场戏是我们俩的 对对对 有一场戏 特正儿八经的一场谈话 那个正好那天道具老师准备的 那一叠一叠的菜里头 有一种丸子 是只有我们福建老家才有的 就以前我只有回家 才能吃到一种丸子 是我特别爱吃的丸子 没想到 对我没想到那天有 太亲人了 太亲了郭老师 你都不知道 其实我那天已经吃过晚饭了 但是为了那个丸子 我就一直坚守在那个岗位上 我的天哪 就平时其实打光的时候 就打光调调那个光的时候 不需要我们在那 但那天我一直坚守在那里 作为了丸子 但我就想我在那吃的丸子 然后光吃完的也不合 也喝点酒 就一边吃的丸子 一边对面的空气说的台词 感觉我是在墨台词 在吃丸子 你们看看我们一线一人的素质 就这点猪气 关键道具老师旁边默默地看着我 心里流着泪 后来实在忍住上来说 杨老师 别吃了 这个丸子今天我们只有一旁 那个吃慢一点 他把你别生生 你吃慢一点 不敢说不能吃了 然后我说 您尝一个真挺好吃 丸子吐了吗 没吐 没舌的 对对对 没舌的 花生米早吐了 这回是头一回演记者是吧 对对对 但是这个也得需要去下基层去学一学 是因为那个我是有几个好朋友 正好是做社会新闻的 就跟我们这行没关系 就平时老听他们就是讲他们自己 那个里头的一些事 我就平时都能记得心里头 正好导演当时找我说 说要演这么一个社会新闻的记者 我特别兴奋 我终于有机会去演他们了 所以后来我也想 那帮人眼睛多毒啊 然后也毒蛇 我说那个别丢人 就去找了几个拦目子 去体验生活去了 记者性戴眼镜了 你戴了吗 我戴了 但那副眼镜是导演给我加上的 但是确实那副眼镜戴上以后 我觉得一下子瞬间那个人物就上身了 就那个感觉 要勾里呢 既是主演又是制片人 听说你在戏里还拜一个 喜欢听我相声的人 对对对 喜欢听你相声 之后呢 喜欢吃麻辣粉丝 很喜欢钱 这样的一个富婆 但还会弹钢琴 原来曾经是弹钢琴的 弹着钢琴 吃着酸辣粉 听着波德纲 你说这哪哪 加上瓦都是钱 是哪个哪 人生多么的幸福 这个据说您在现场可疼人了 老怕大伙没有肉吃是吗 多吃 就得要学会算账 吃肉多吃一点的话 有力气干活呀 有力气干活是节奏不加快了 那为什么不多买一些海鲜丸子呢 海鲜丸子多贵呀 我们在竹林那个正赶上那个宁波大闸蟹最好的时候 买一个 我们一看见红钱 我们就知道大闸蟹来了 如果姚晨不在竹林 我肯定多买些丸子 如果他在竹林是供无应求啊 还往家送呢 是 这个听说您拍戏的时候 有一场夜戏拍着拍着自个儿拍哭了 还真是 当时是 是因为他们闸蟹吃太多了吗 其实不是 可能当时组里人都以为我是因为 因为已经拍到第十九条 都以为是因为演不出来 演不到导演的要求 都以为是因为我面子上挂不住了 或者觉得导演对我太严厉了 其实真的是不是 后来呢 导演说我不要你哭 我要你心痛的感觉 我说我真的不能想 一想真的是 我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没想到哭完以后 那个眼神 正好和王学奇老师演 那种感觉整个就有了 沉淀下来之后 很快就 其实是哭之前啊 会计递了个条 大大谢四万七 说谁谁这心情 老这么吃了就了